今天是2024年4月1日 同時也是2024年復活節最後一天的假期 今天一個人自己去行山 天氣是一般的 但走一個比較安全的路徑 就是去大風亞側如沖 上北拿山 整個路程大概是7點多公里左右 開始踏入4月份天氣已經轉熱 夏季的天氣開始來臨 今天這個路程行7.67公里 平均深度是115 上攀是420米 下降是408米 步驟時間是1小時45分 並且休息2小時25分 總共行1萬5千多步 前面這裏就是 側如沖英皇道地鐵站的出口 現在向著側如沖扑架山道的方向去 現時的溫度是27度左右 不算太熱的 現在來到這個 扑架山道的路口 右手邊就是擠魚松街市 這裏就是今天打算上大風亞的起點 這裏 現在在這裏 先拍攝 然後才正式出發 起步了 上斜路 現在是下午的2點41分 正式開始上 趴架山道 大約走了4-5分鐘的腳程 就會到這裏 上條小小的樓梯 上去就正式上山路了 剛剛起步 所以附近的樓梯仍然是高高在上 這裏叫臨邊生物多樣性的自然教育中心 裏面有一間建築物是展覽給人參觀的 記憶中 他們應該逢星期二就會休館的 其他時間都開放 這裏搜尋照片也蠻漂亮的 拍完照片 繼續向前面 沿著這條斜路上大風亞 現在呢就走到這個 側魚蔥樹木研襲徑的入口 在旁邊的椅子坐下休息一會 喝水 雖然天氣不是很熱 但是也要補充一下水份 定時喝水 坐一會兒才正式再出發 走上一點點就會進入金督池馬徑 這個路口位這條樓梯就是金督池馬徑 寫著的 直上去 這個就是慰液信徑第二段的部分 這個就是金督池馬徑 這個就是金督池馬徑 那麽麽現在開始進入石級路 不是斜路的那些路 比較上又脆味一點 又不用這麼悶 那麽級數不是太多的 應該大概百多級 就會上到一個平位的 那走上一點點 已經見到有幾張給人家 休息的椅子 可以在這裏坐下的 再前面也要繼續前進 走到这里,前面有条木桥 通过去就有一个观音像 就是这里,我旁边有一个观音像 再前一点上去就继续楼梯级 仍然继续是慰逆圣经 好了,楼梯级就上完了,上到平路了 这里是金督池马经 在这里先休息一会 旁边有一个路牌,写着去大风坳 稍后我过去 由观音像上到这里,大概是341级 就到这个平位 可以通回出去大风坳 稍后一会喝水之后 继续向大风坳的方向出发 现在暂时这段的金督池马经 就是泥路来的 不过已经踩到很实的 没有什么沙泥 松散或者石头 相对是非常之好走的 待会去到一个交接位 转右可以上去小马山的 现在正在想上小马山好 还是走出去趴架山上大风坳 好,待会再决定 好了,来到这个分岔位 直去又得,上去神问原地又得 直去保联径 我们继续都是大风坳这个路径的 好,来到哈甲山里 两堂树荫 今天都几好风的 虽然天气呢 已经前点进入这个夏天的状态 不过现在都 涼风吹起来 虽然二十七八度 都不是觉得很热 好,走到前面的交叉位 右边上小马山 不过今天决定 都是出大风坳 不上小马山住 上小马山的 不过我现在打算先去大风坳 来到这个观景位 不过可惜今天 就不用有景观都可以了 帕甲山就蒙茶茶一片 下面则如冲一带呢 这个康夷勉强都能看到下 九龙东那边都很蒙 拉近一点的镜头 看看会不会清一点 都是很蒙的 九龙东真是看不到 不过不过要看出来 这个帕甲山渡口了 前面呢 这个是去康柏郊游径的 这个是去康柏郊游径的 这个继续上帕甲山道 上大风坳 前面远望左手边呢 那边上去就是帕甲山 右边是不拿山 中间这个坳位就是大风坳了 前面呢 就到达大风坳的亭了 差不多到了 这个康备里面 连外面都坐了很多人在这里休息 找个地方坐下 一会儿就在这个康备旁 前面那条楼梯上去 北拿山顶 正式上楼梯 正式出发 不太记得 因为很久没有来这里的了 好像有500多 没有600级的 数数的看一下 上到第一个休息位 第151级 第一阶段 到这个可以休息的位置 好继续上 还一样 三百六十级 到底withater 前面到頂了 到達北拿山山頂 上去586級 好像大約在一個艇上來 今天沒有什麼景觀了 不過 這裏今天山頂非常大風 還有完全都是龍墓包圍樹 腳下山下面所有什麼 水塘景什麼都看不到 遠的山景什麼都沒了 只有白蒙蒙一片 大潭水塘那邊看不到 往來這邊看 港島維港這一片 一樣是蒙茶茶一片 嘲 真是好大風 吹到棺木子沙沙的 吹到移動了 因爲沒有景觀 所以決定是不去小馬山那邊 由这条沿路下去,出回大风轧,下跌 落下这500级楼梯级后,继续沿着石址,斜路下去 出去到街市就当是完整今天的旅程了 落山段一直是平的,非常平的路,唯有走快点 那不然还蛮闷的 今天的旅程,下两小时25分半,7.66km 就完整了,回来这边 到周园中街市熟食中心, 完结今天的旅程,下期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